当地时间11月26号晚,阿根廷迎来对峙墨西哥的比赛。 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的一处球迷村,没能到场的各国球迷早早来到附近的小广场,观看这场比赛的转播。 11月25号,是阿根廷传奇球星迭哥·阿曼多·马拉多纳逝世两周年。 此前,阿根廷暴冷输给沙特,小组积分垫底的他们,希望用一场胜利,向世界证明自己的实力,也更好纪念马拉多纳。 开赛前两个小时,广场上几百人的沙发座椅已经被球迷坐满,广场左侧的临时球场有几个球迷在踢足球,其中有一对父子,父亲正知道儿子罚球。 此前,国际足联发表声明表示,在卡塔尔世界杯全部八座球场以及周边区域将禁售酒精饮料,球迷手边没有了酒精,取而代之的是瓶装水和罐装可乐,或是一杯提神的咖啡。 踢球的父子显然忘记了时间,直到比赛开始,二人才回到小广场,没有了座位,他们索性在地上一躺。 父亲摆出意大利名画创造亚当的造型,男孩则投整着足球,一个大眼睛的小女孩显然不知道这场比赛对阿根廷的重要性,在一旁独自玩耍。 小广场的气氛与比赛现场是截然不同的,没有怪异的造型,没有助威的口号,但却有舒适的沙发,由球迷索性光起了脚丫。 球场上,双方球员你来我往,转播画面像是压低了音量,现场的呐喊助威声在这里显得格外安静。 只有射门或者进球的瞬间,这里的球迷才舍得离开舒服的沙发,起身拥抱,鼓掌欢呼。 怎么样,进球啊,什么心情啊? 放一下个,暂时喘一口气啊。 2比0,阿根廷用实力证明了自己,纪念了叠戈,也让这里的球迷长输了一口气。 我1998年就开始支持阿根廷了。 今天特地从马来西亚飞过来多哈,看支持阿根廷,今天好开心,终于松一口气。 下一轮生实战对波兰,一定赢,会会会。 我非常开心,因为阿尔战争赢了,所以我非常开心。我们都是阿尔战争赢了。 赛后,小广场球迷转身散去,进入梦乡。 啊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